首先我当导演是这一次是第三次 第一次也是因为我的反变产生的 因为我当演员那么长的时间 就希望自己能够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题材跟角色 这个肯定的 这几年我突然我觉得我好想演一个鬼片 其实我自己很怕鬼的 然后我很想演一个鬼片 然后我跟一个投资方 他说好啊 但是鬼片不能进内地的 我说对 如果你自己当导演会在史强 不能进内地也只想能保进一点 有一些卖点 因为自己太想演 我就说好 但是他们就提供一个几型导演给我 我原本就是想要去演 当然我没有准备过我要当导演的一回事 一个心理准备啊 或者是我 我的工作范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的准备都没有 刚才有过来的 我看你 software 我看你我说是什么 它很重要的 在心理准备了 对我说是你的 好 一下